发现略高 身材鲜瘦 28岁的马斯克年轻 气盛 展现出身之赌不为虎的霸气 自信狂妄 说话从不假掰 因为马斯克从小就是会赚钱的学霸 12岁时发明一组电脑游戏 为自己赚进第一桶金 1998年他卖掉Zip2 线上出版软体现金赚进4亿美元 想要改变金融交易 梦想起点开跑 X.com就是后来的PayPal 2002年以15亿美元转卖给eBay 马斯克跟原梦建立SpaceX 特斯拉 成为全球首富 对于2021年的展望 马斯克提出四项语言 特斯拉FSD的全自动驾驶汽车 将在2021年问世SpaceX子公司星链 已经有一千多个卫星绕地球运行 马斯克预言2021年 美国将首次在月球进行遥控汽车竞赛 全球一般以上国家太阳能发电的价格 会低于石滑燃料 超狂钢铁人的预言是否会成真掀起产业革命 值得各界关注 小铃新闻 赖彦宏报导